这个小绿人标章你有没有很熟悉呢 我们会在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看到这个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标章背后的真相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残酷哦 我们就来聊聊吧 一般我们购买的保健食品 在台湾是不能够宣称健康功效的 最多只能够宣称它有营养补充的作用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玉米片 他们最多只能够宣称有营养的提供作用 但是不能够强调吃了那个东西 就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健康 如果随意标榜健康功效的话 可以开罚最高400万元的罚款 看看就好 台湾的食安跟国外比 是一场国际级的笑话 不过东西要宣称有健康的效果 就必须拿到由卫福部所颁布的小绿人认证标章 这标章分成两种 一种是A开头的标志 如果有厂商宣称它的产品有效 它必须向卫福部出示相关的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以及整个制作的流程 最后再让他们做审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说产品是有效 OK 你要证明给我看 一种是纯粹数字的标志 这代表这项产品 以前已经很多人研究过了 早已经证实它的效果 所以厂商不用再提出自己的实验结果 只要照着规定的成分规范走 就可以拿到认证 所以要拿到小绿人标章 难度真的不低 要拿到这个特级出示的证照之后 就能够跟大家宣传你有这些效果 像是这些东西 OK 看起来不错 但是 要拿到标章所付出的代价 看比起也钻石般残酷啊 台湾动物行为研究会 在2018年揭露了这些小绿人标章 他们标榜所谓的动物实验 其实是牺牲了数十万个白老鼠的生命 以抗疲劳功效的饲料来说 他们会让两组老鼠 分别喂食保健食品的饲料 以及一般普通的饲料 再让他们在水里面游泳挣扎 直到有一方因为体力耗尽而下沉走掉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缩短实验的时间 还会在老鼠身上绑上铁丝 让负担加重 或者是让老鼠在跑步机上跑步 直到筋疲力竭倒下之后 再让他们施以电击 确定他们站不起来之后 再比较哪些保健饲料是有效的 以护肝功效来说 只是让老鼠服用高剂量的四氯化碳 先造成肝脏的损伤 再让老鼠强迫喂食这些保健食品 来看看有没有效果 如果喂食技术不纯熟 容易造成老鼠的死伤 这种动物实验的方法会有一些问题 一来是这样的实验过于残酷 二来是这种实验是建立在极端的情境上 是否真的能够将数据这样子解读呢 再来 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 本身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的 能不能直接应用到人的身上 本身就有带伤雀 历史上甚至出现动物实验没有问题 但是套用到人体实验的时候 引发非常大的死伤悲剧 再来这些实验是由良幼不齐 而且没有经过GLP认证的实验室所制作的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止可疑 而且还是透过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取得 所以这整个功效就更让人匪夷所思 每项健康功效都不知道是由哪个阿伯缠出来的 就算真的有写实验室的来源 也是尽可能的带过 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会不会这些人都是求援兼裁判 你要怎么跟我斗呢 除了实验室称施不齐 这些保健食品做完动物实验之后 总该进行人体实验吧 有做 但是 台湾的人体实验进行的比例却相当稀少 七成都是动物实验 只有三成是人体实验 而且这些在第一类的健康食品里 实验的数据只要厂商提供就可以了 只要其中几项数据好看 就可以得到健康的标章 这样你真的敢吃敢用吗 如果是欧盟 瑞典 美国 要宣称有健康功效的话 就必须建立在人体实验上 不能够做动物实验 像是美国FDA 它只把动物实验当作假说的建立 他们会更注重人体实验 反观台湾特别看重动物实验 连作用在人体上的效果都没有特别重视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而且就算那些宣称有用的动物实验 也是来自没有严格把关的实验室 他们产出来的东西 你真的相信吗 所以如果要让台湾变得更好 记得按赞跟订阅啊 让这支影片被更多人看到 台湾才会越来越好 因为台湾动物行为研究会的资料 让卫福部开始害怕起来 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 承认会对不良规范的实验 做出一些改进 不会让虐待动物的实验再发生 在2022年的时候 对其中两项健康功效 全面删除动物实验 而必须进行人体实验 注意 只有其中两项哦 不是全部 所以你现在吃下去的保健食品 很多可能只是由动物实验做成的 进入到人体实验 还是会有不小的落差 以上就是小绿原标章背后残酷的真相 以后就算有产品宣称 有小绿原标章做保障 我们建议你还是要直接去搜寻 这个成分背后相关的研究 是不是真的是有效的 而不要别人说有效 你就觉得有效 而且还要尽量是进行过人体实验的这种研究 才会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 好 以上就今天的内容 我是帕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